播 舅舅山中华总会馆撤旗事件过后 不只是纽约中华公所公开谴责 强调会继续让中华民国国旗在纽约飘扬 有多位纽约桥社的桥领现在也站出来 他们坚定要支持由国父孙中山所建立的中华民国 我们希望就是说海外的侨胞 你不分男绿 也不分这个老侨新侨 我们应该要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中华民国 支持这一面国旗 那这一面国旗所代表的 这中华民国国旗所代表的意义 就是民主 人权 自由 这是一个普世价值 两岸的外交说修兵 可是在侨务上来讲 它很难百分之百地来做一个修兵的权势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 在遗憾之余 我们也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 我倒觉得说 台湾在侨务政策上是到了应该要深刻检讨的时候 特别是每次在台湾的政党轮替之后 就我们上次有过一次经验 那对于侨务政策呢 本身就会产生两个极端 中华民国在台湾 是逐步在示威 更不要说李登辉 陈水扁 这些年跟海外像中华公所这样的侨堂 是逐步在疏远 即便现在这个国民党马英九重新绑回政权 跟这些老侨团的关系 也不是像往年那么密切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因素 海国民党中评委张学海表示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代表国富革命的历史 更是革命先烈牺牲奉献的成果 这种优良传统应该要传承 而侨务委员佟珍也表示 撤旗事件对中华民国侨务工作敲响警钟 今后要加强跟传统侨舍的沟通 将侨务工作做得更加细致